那下屏下山 下屏下山是做 横重罪业的人 无逆手 毁谤佛法 临终懺悔 承认自己故事 这样是我说 对阿弥陀佛慈悲 没有不失手点 善导大师的话 讲得好啊 不是无逆 使我回报 佛法就真的不能往生 不是这个意思 阿弥陀佛说出不能往生 是吓唬人的 因为这个罪太重 希望你别做 是这个意思 你真做了 真做了后悔 我错了 认错 能往生 所以弥陀真的是 慈悲到基础 阿弥陀佛 我们造业是很重 还没有造成 无逆失误 毁谤正法 我们没造这个业 那么重的业 忏悔认错都能往生 那何况我们呢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要有决定的信心 决定的往生 最好把我们的生命都 付附托给阿弥陀佛 我们一心专利 除一心之外 没有第二年 就往生顶了 你不会在 中下平 肯定凡神 同居徒 上背往生 你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们的心就顶了 不会动摇了 去西方极乐世界 自己有十分的把握 一切发从形象 这给你讲道理 你有这么样的坚定的形象 哪有不生的道理